这个礼拜是金山高中的餐饮中 最特别的教学部分就是时下最流行的咖啡雕花 尤其从上课的教室涌入了许多想要学习的师生 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至于学生也不忘感谢学校的栽培 让他们进而想要更坚定地走向餐饮这条路 本周开始是金山高中的餐饮周 由餐饮学生的学生主办策划一整周的活动 今天来到社团分组研习 在校内有美酒美醋调酒 以及咖啡拉花及雕花的学习活动 享应时下最流行的咖啡雕花 教室中涌入许多想要学习的学生与老师 在社团老师巧手变化之下 咖啡雕花完成 随后也让学生自行设计雕花作品 我们就是有总共五样课程 有船条 有花条 还有美醋美酒 以及咖啡拉花跟涅体雕花的部分 总共五个课程可以让同学自由选择去参加 就是立体雕花的话就是在目前算是一个蛮流行的一个饮品 就是蛮流行的一个就是不同的花样这样子 相对于咖啡拉花来讲 对那它也蛮容易上手的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就是邀请 就是有在专门在教这方面的老师 过来学校来教同学 其实正在餐饮周经中特别用心将原本就有的既定社团课程做不一样的变化 邀请到主厨与老师们来到课堂上 传授餐饮周才有的特别内容 拉花教室中可以看到老师示范拉花难度五颗星的独角兽 也期许学生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迈进 而雕花教室中学生们也耐心等待奶泡变成适合的硬度 再细心的慢慢行速成自己喜爱的样貌 还算喜欢 为什么 因为也是也算是学咖啡的一环 也有涉及到咖啡这一块 但是本身很喜欢咖啡 对就是在一年前有加入过这个社团 然后就开始从事这一类的学习 我觉得这场活动带给我最大的体验是怎么去分工合作 跟面对自己有错误的时候该怎么去改进的经验 然后也很喜欢就是这个学程带给我的所有一切跟学习的相关内容 我觉得我当初选学程的时候 餐饮服选的是正确选择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热忱 跟我所喜爱的东西在这里 餐饮周开始两天负责策划活动的学生表示 过去看着学长姐带着自己办活动 如今转换成自己要让活动跑出来 觉得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还有也更加的坚定选择餐饮这条路 激发自我对于餐饮的热忱 对于学校的栽培 学生更是相当感激 记者大平函金山采访报道